大家好,收到SVI8S Plus的時候,要如何安裝? 安裝了去電視機,你的電視機就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第一個選擇,我們要去連接我們的網絡 這裡網絡按進去,然後去找出你家裡的WIFI號碼 如果你家裡有5G,就連接5G,必須要Fullbar 看到嗎?這裡是滿線的 如果你的是WIFI,你點擊OK 把你的WIFI密碼輸入進去,然後按確認就可以了 確認好了,我們按回出來這個封面 打開ORZ,按OK 按了OK,它會出現這個Google 你只需要按你的遙控,6號 看我按,按6號,它就會出現這個網站 你把它按下來,點擊這個網站 然後你就可以重啟全部軟件 OK,要下載哪些軟件呢?現在我會教導大家 第一個就是Yogurt Malaysia,點擊OK 你會看到它已經在導入過後,去Yogurt TV 再按OK,然後它就會下載第二個軟件 這樣子這兩個軟件就安裝好了 其他的軟件不需要安裝 其他的不是我們小雲電視盒的軟件來的 我們小雲電視盒軟件只有這兩個 然後呢,兩個已經安裝了 我們只需要按這個推出Button,點擊一下 它就出回來剛才的Google 然後我們現在要下載成人台 你只需要按你的遙控 8989 按了8989,點擊OK 給它鍵盤出來,我們要點擊C C.CC 大家看清楚哦 8989C.CC 然後你必須要點來這一個地球 點擊OK 它才會進入這個成人台的軟件給你下載 我們成人台的軟件叫做Cherry TV 這一個,點擊OK 一樣等它下載 OK,下載好了 我們就直接按Home Button 有一間家裡這樣子的 按推出 OK,出回來這裡 你有看到YouTube還沒有下載嗎 按過來YouTube 點擊OK 它就能夠下載了 看到嗎 在這裡啊 等一下,稍等一下 按下載,按OK 等它跑到完,安裝完成 全部SVI的軟件就下載完畢了 下載完畢了 它寫著正在安裝 等下我會教導大家怎樣把軟件拉出來介面 安裝完畢,我們按推出 來,所有在線的朋友們 現在哦 你看哦 原本我們的是這樣子 你看啊 原本是這樣子的 ORJ對嗎 你看 OK 我現在移走先 OK 原本現在你們的TV box 是這樣子空的 你已經剛才跟著我的步驟下載好了 現在要把那一些軟件放在主頁 你只需要來ORJ這裡 你點擊Menu 你有看到它這裡叫你按Menu嗎 Menu 我們的遙控器有一個Menu 你點擊一下 然後選擇 剛才你下載了的軟件拉出來 比如說Yogurt Malaysia 按OK 它就變成Yogurt Malaysia 現在這裡呢 你只需要點OK 然後你就進去 還有Mock 剛才我們下載的是YogurtTV 點擊OK 它就出回來 還有一個 CherryTV 點擊OK OK 還有這裡哦 如果你要把你下載的軟件拉出來也可以 下來這裡 點擊OK 然後我要把它上網 拉出來 OK 還有這一個 拉出來 然後按推出 兩個 就在這邊外面了 在現在每個人 Yogurt Malaysia 是馬來人看的電影 它是馬來字幕 或者馬來聽到 它是Yogurt Malaysia 如果 華人 你要看英文字 華語字的這些東西哦 你必須要來到YogurtTV 直播 電影 連續劇 Netflix 甚至Disney Plus 全部都在這個YogurtTV裡面 在這個YogurtTV 這個CherryTV呢 就是成人台 那一個密碼 你們必須要找回 你打開盒子的時候 有一個單據 傳人台密碼就寫在單據裡面 謝謝你們